我们来关心政治的焦点 蓝白河Daylight Day 过了吗 进展政党协商的阶段了吗 怎么办 现在蓝白河还是还没有合完 还在蓝白拖 要拖到什么时候 现在传出柯文哲心 有没有想要跟侯友宜来个政治婚配 熟一的人要想跟谁来结婚 跟谁来配呢 我们就来看看的是 其实我们先来看侯友宜 她说以柯文哲定定的10月底 以前要决定最长参选人来说 不管是民主初选或者是全民调 这两个都来不及了 如果来不及就要进入政党协商了 总统跟立委选举是一起绑在一块的 所以如果选举不合作 那就没有所谓的联合内阁了 好难道柯文哲不想跟侯友宜来和吗 我们就来看一下柯文哲他的态度 他说他愿意透过政党协商来化解歧义 因为跟朱立伦这个主席 是主席对主席 好双方来这个会谈 那现阶段他不可能排除侯友宜 你看他话 话中有话 现阶段不可能排除侯友宜 最起码我们三个人是基本咖 协商的时间 双方在联络了 不是说两边沟通很顺畅吗 随时都可以找得到吗 那双方在联络 要联络到什么时候 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朱立伦说 只要猴柯或是柯猴一派一定赢了 早上最新做出来的民调 只要合了就至少赢哦 而且还赢很多哦 至少赢10%以上哦 相信科学数据的一个科主席 我会当面把数据 调查数据秀给他看 哇这看起来还有一番 你来我往了啦 那其实我们就来看的是呢 黄珊珊他就说了 民主初选是根本不可行 而且不可信的一个问题 更不是可以找出 最强候选人的一个方式方法 国民党难道不懂吗 哎这黄安珊也是直接呛了啦 他说国民党 现在把破局的责任 推给民众党 他认为难道有诚意吗 好现在啊看起来 双方还是有一些鸿沟 有带米瓶 那现在传出来 哎柯文哲 为什么拖来拖去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到底要什么 现在有人爆料 是谁爆料 郭正亮 他爆料说柯文哲心中 属意的副手 哎注意哦 副手人选 他说是谁 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 这是呢 郭正亮两个的一个爆料 难道柯文哲真的属意韩国瑜 来做他的副手吗 好韩国瑜自己本人呢 他的态度是 哇吓了 我吓了一大跳了 他有说幕僚 表示有把相关的新闻啊 都有转给韩国瑜嘛 那韩国瑜第一个反应 其实是哇 我吓一跳啦 其实说明是目前 韩国瑜选择好 自己的一个角色 看的从来就不是 自己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就来看看朱立伦 他其实说那天 柯文哲不是有跟他讲的时候吗 是说有两位女生耶 而且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 因为选票上一定是侯柯或是柯侯 意思说现在就只有侯柯侯柯侯啦 我们党很希望就只有这两个选择 那当然要看柯文哲愿不愿意嘛 来 其实呢 呃 侯友一有说 这好像是一个女儿 不要嫁好几个亲家啦 出来选举就是以国家人民利益 为最优先 政党七次了啦 个人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啦 但是呢 真相又是什么 我先带您来决作 蓝白盒卡在柯文哲后一爆料 在协商过程当中 他三度对柯文哲让步 但柯文哲却寸步不仗 他喊话如果真想要台湾赢 就不能只想到自己 国家人民最主要的利益 在于优先 政党是起初 至于个人其实没有那样的个重要 唯一的问题是比赛规则 你今天如果说比全民调 要怎么科学费和科费 我们还是尊重国民党的意见 真的只是因为怕民众投票吗 有媒体人爆料柯文哲从头到尾 根本不想跟侯友谊搭配 更不愿意当副手 而在一场媒体参序上 柯文哲数次脱口说 总统位置只有他能选 选票上若柯文哲不在 总统参选的位置上 而是副手 那赖清德就赢定了 还说完全不在乎选票上 有没有侯友谊 而柯文哲的盘算 恐怕立委选战要蓝白合作 确保民众党息次大增 但立委大选他只当正的 甚至只要自己选副手 还已经和朱立伦讨论过 当初这段话就投入玄机 是不是有曾经跟朱主席当面说过 你要推的是会赢的组合 然后主义的人选 其实想想是韩国 朱主席跟你讲的 柯文哲反复无常 另一头的国民党也惊爆 柯文哲的确有点名 要别人当副手 但柯文哲点名的并不是韩国瑜 我很确认绝对没有这回事 提醒一下柯主席 那天你跟我聊的时候 是讲两位女生 两位女生我就直接跟你说 不可能 我说我们一定是侯科 放在头一张选票上面 侯友已曾调侃 柯文哲一边谈蓝白合 一边却跑去找周开莲和郭台铭 侯友已大爆和柯文哲对谈内幕 甚至在讲的过程当中 柯主席一直在谈 跟谁配跟谁配 国民党更下通牒 若不同意侯科在同一张选票上 那蓝白合全都免谈 民意就是一定要合 只要侯科合最新做出来的民调 我们至少赢10%以上 六成民意盼望政党轮替 蓝白合却显僵局 柯文哲姿态高太多件 似乎忘了过去当市长时 他民调难看挂车轨 如今民众期待政党轮体蓝白合 才让他民调高 而不是自己夺了不起 既然杨洁续习光好 SN小组台北报道 好 现在怎么办呢 蓝白能不能够和对于产生最强候选人 很难产生共识了 那其来看是国民党总统或参选人呢 在侯友宜今天也直言 不管是民主初选或是全民调 其实都来不及了 那这样就直接进入政党协商吧 那就直接以政党的这个角度来了 那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也表态 没问题啊 立委赖湘林表示说 多数民众党支持者都表示 非科不投了 而在民调上也有一些的起色 蓝白合作议题 到底多少是有些激励效果 政党协商他们是乐观来看待 现在时间确实是很紧迫 但是对于民众党 这个小党的内部来讲 我们的电话也是有被打爆了 我们也有很多支持者 特别年轻人 那么第一个对侯市长 可能真的没有很深很好的 一种印象的前提之下 也许他们就是用很直觉的方式 讲说我们非科不投 这是第一个 我们很多支持者是这样 那第二个是这一阵子以来 很多的民调显示里面 科跟赖之间的这个差距呢 好像在这个加分当中 是有这个起的意思嘛 虽然说之前因为他们 民进党强力用这个仇女 艳女一直攻击科 但是后来这一阵子有一点点起来 所以这个是有激励效果的 那所以在剩下这个不到一个月 大概这个就是11月24以前要登记 所以剩下这个短暂一个月 如果真的是党跟党 好好的来谈一次说 整个一个模式模组 那我觉得对台湾的政治史 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看就是说大家来 即下心来再认真面对 那我们自己在地方的选举 或者说政党票的部分 还是要各自努力 因为真的是很多的这个选民 结构是差很大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